珊娜老师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年了还能 现在她的这种纠缠当中 不能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 哪儿男生 就是因为我俩 就是在一个单位 我好像就在一个单位 下了班之后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吗 是有自己的时间 但是她总是就是我 下班是下班 但我下班之后 你对她是不是还有感情 或者说对她有留恋 留恋于她的这种照顾也好 她这种对你 依依不舍的感情也好 其实并不是 因为我也觉得 她和我在一起很长时间 其实我还是也很心疼她 我害怕她做出什么 什么样的行为来 所以我觉得 能和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我就尽量保持到最大的距离 就像类似于她跟你说 给你带了一份饭 放到了桌上 这样的信息你会回吗 这样的信息我不会回 但是她会直接做 我即使拒绝了她 她也是放在那里 拒绝了饭你也吃了呀 给你买杯茶 买杯奶茶或者什么 你肯定都喝了 所以你也没有好好地拒绝她 所以说你开始不了 你的新生活 我觉得有很大原因 是因为你自己 我觉得女生其实 她自己委屈的地方 她不明白的是哪呢 我给你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到了冬天的时候 你妈会逼你穿球裤吗 会 你烦不烦 说多了会烦 一样啊 但问题是 那是你的妈妈 你是她的什么呀 谁告诉你 女朋友就有权利 管她的一切呢 就算成为她妻子的那一刻 两个人还需要 有彼此自由的空间呢 你一点空间 一点缝隙都没有 每天喋喋不休 按照你要求她的方式 去做所有的事情 去经营她的人生 和你们之间的感情 谁都会烦啊 我刚才听的那几件事 天哪 我觉得跟你生活在一起 真的太累了 如果你要是不 去调整你自己的 这个状态 你经历任何一任难用 你都不会幸福的 你都会最后 自己特别特别地委屈 我掏心掏肺地对你 你怎么就 最后还这样说我呢 我并没有想要 掌控你的人生啊 但是你装装见见 做的都是在掌控 人家人生的事 并不是说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掌控了这个人 你们就能天长地久 你就有了安全感 而是真的 两个人是非常自然 放松的状态 我对你好 我也能同样得到 你的回应 然后这个安全感 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 不是说你全听我的 你就是一定爱我的 我但凡有一丁点 不听你的 好 你不如以前 对我好了 你不爱我了 这不就自出必较吗 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 你也不要试图去挽回了 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想要让自己的人生 有所改变 或者做出调整的话 就体体面面地放手 已经纠缠一年够了 不要再去纠缠于它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吧 那么美好的生活 那么好的年纪 谢谢 好 谢谢刘娜老师 小鹏老师 我特别想跟女生说 我们常常说 关系再好两个人 如果相处起来没有边界 也会把关系 变成一场灾难 父母和孩子是这样的 朋友和朋友是这样的 领导和员工是这样的 夫妻之间也是如此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 什么都管你 要求你所有的事情 都按照他们的要求来 那他们就是在操控你的人生 如果你的闺蜜 跟你讲 这个男生不可以要 这个裙子不可以穿 这个工作不可以做 她的所有的话 都是以为你好的名义 要求你听她的 这个闺蜜也没办法教 那同样恋人也是一样的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相信她能感受得到 可是你所有的出发点 是为了你 你自己哦 不是为了她 穿着好不好 是为了我有面子 而不是她有面子 我的男朋友这个水 放在地上 是因为我觉得不舒服 所以所有的遗弃 也是在为你考虑 而不是为她考虑 这种关系就会变得很恶劣 而且还有一点女孩 你是一个23岁的女生 你不是一个23岁男生的管家 你管她那么多干嘛 好累啊 没意义 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如此 如果你早就发现 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个女生可能太有点强势了 太不舒服了 你可以告诉给她 如果实在不行 大学不是不可以分手的 没必要拖着耗着 而且你刚才有一点 沙拉老师也说了 那碗饭 你知道我想的更多是 她给你那碗饭 应该是她自己带的盒饭吧 你刚刚说是她自己做的 对 我就想问那个饭盒 你洗了吗 我估计没洗吧 吃完了就放在那儿 为啥呢 习惯她照顾了 要是你真的饭盒洗了 然后再给人家写一张 谢谢以后再也不要给我了 好歹你吃了 表示感谢了 你也回馈了 你绝对不会洗的 不要一边接受她 为你全心全意的服务 一边还抱怨她对你的管教 你没有抱怨生活当中 她把饭做好了 放在你面前让你吃 你也没有抱怨 说她把家里卫生打扫了 你都没有抱怨这些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享受了 所以最后女孩就那句话 该分的时候就得分 在分手当中学会成长 而不要在分手当中 把自己的青春消耗